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仔 今天我們來拍一個新系列 就是維修舊機 歡迎來到林仔的聽診室 聽診室是做什麼呢 就是幫朋友弄壞掉的電腦 今天這一部就是第一號病人 他也是壞掉的 但不知道壞掉的 先插播一下 大家好 我是林仔 現在頻道會維持在24出片 星期六直播 記得按訂閱和鈴鐺 不要錯過我們任何節目 這部機器應該有5時機型 其實我剛才打開過 看一看 也有得救的 我猜的樣子不太嚴重 不過船排機箱表面比較多層 通常壞掉電腦 通常都是因為沒有零件 讓你不知道從哪個位置開始試 因為我們這邊零件的步伐一定充足 甚至觸碰到燒了底板 有能力換到 我們先由第一部研究一下 因為機主跟我說 開不了機 但有沒有電到也不能回應 先由電的部分開始試 通常當然是由電那部份著手 第一部 先充足它的power 鍵 如果有電到的話 主機板這裡會有一盞power燈給你看 其實就告訴你 火牛standbar有些爪子 之後要做就是開機 如果開機的畫面 我們這條影片就已經結束了 咦 這次好喔 因為我按開機鍵 其實是連電都沒有反應 現在我們可以做的有幾樣東西試 先從底板的方向 或者牛的方向去試 由於我這邊牛比較多的關係 就會用另一隻牛去試這個情況 因為你換板的工程會比較大 這一刻其實換板一定比換牛大問題 一定是試過有什麼環境 不過這隻箱很順不需要拆過一隻水彈 頂住 A few moments later 我另外拿一隻1300火來試 其實如果我們試這些 通常會怎樣做呢 只是拆了 比較大的機條先 就是說24pin CPU 8pin 和Display Card 電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 坦白說 Hard Disk 動不動 這一刻就沒什麼異議 因為現在那個情況 那個問題就不是 說被 Hard Disk Hard Disk 都會影響 所以你只弄最大的幾條 那幾條有電 這樣就可以了 要插閉頭 這種沒有電到是最討人真的 因為 正常在家 普通家庭來說 基本上你這些情況 自己試就應該沒什麼機會和可能 試得到 基本上如果你 這部機壞了 是遇到這個情況 基本上你都是 一定要出去給別人看的 你不要打算印刷我 我打算我這部機 完全 穿不到 沒有Hard Disk 怎麼辦呢 你不要打算找我了 因為沒有電到 你沒有SPAIR PASS 基本上是 驗證不到哪一件件壞 而且有些方法去試牛肉有沒有事 但是很容易會爆炸 Touch food如果真的牛肉有事 就很容易會爆炸 我免得在這裡 搞大家 跟台詩一樣 我們先停了 Follow這個鍵 如果有電到的話 同樣地會有 POWER燈 然後 就真的要 按一次開機鍵 按開機鍵都沒有反應 基本上 幾個肯定 快底板已經 GG了 只不過我們這一刻 或者我們現階段 就沒有 更加好的東西 去試到 快底板 或者其他東西 這些位置真是慘了 其實這部機器應該是慘了 因為 這些主機板零件 其實你想找都找不到 用B850板 重點找 所以呢 你說是不是不能試下去 又完全不是 還可以起一塊小板出來 做最後的確定 因為它這種情況 其實都 九死一生 基本上都可以打電話給機鍵 跟它說 喂你可以砌我的電腦了 你有新藉口 去upgrade電腦 去打這個cyberpunk 哈哈哈哈 那究竟fix這個buck容易一點 還是fix了cyberpunk的gamebuck容易一點 我相信是買這部機會快一點 還有我發覺 組裝這部機的人都挺膩的 快底板很多螺絲沒有上到 搞什麼 好了 好了 建了塊底板出來 試完最後一次 不行就可以宣告 certify a few moments later 嘩真的吵出聲 剛剛拆完塊底板 剛剛是我的塊大板 然後這兩個位竟然有銅柱 這兩個位 但是 正路底板要有銅柱位置 這個位 這個位竟然是沒有 所以我很懷疑 剛才 多出來的那兩個銅柱 多出來的銅柱 很大機會就是short到塊底板 搞到它不著的主因 準備和這部機試完最後的測試 因為剛剛 發現了一個新的點 我很懷疑那塊底板有機會是未死的 因為 有電到過的 所以現在可以試 只是版URAM這個情況 用一個extra 最好不插電的Display Card 連火油畫不夠電影因素 都要撇除了 就要試它 再接線 希望它開啟 一樣都有這個 底板燈告訴你它要開啟 對 那究竟為什麼好地地 在我機箱裏面會不著 我拔出來開啟的呢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到後面 已經 有了 華碩LOGO 這顆是i5的4460CPU 然後 進入Ballax 其實就 就這樣看沒事 主機板 那部份 檢測的部份 CPU24度 風扇轉速的全部齊了 電壓 CPU3.35 那Boss 這就是我的牛 那意義不大 但是 就這樣看見到 這個位置在這個位置上是可以的 所以 很大機會 或者剛才不到電的原因 在電腦機箱裏面 就不關 底板 或者火牛壞了的事 好了 準備好呢 就打開火牛 然後 又有燈 再開啟 其實 再試一次 電腦機穿不上了 我等了一陣子 被你按反而會穿 在找所有風扇都轉了 與此同時 我這一邊 剛剛也有畫面 no keyboard detector 已經是進入window 這個狀態之下 可以說是 手術成功 病人也都生存了 好了 我們今天整機的部份 聽證實就完了 因為 裡面的部機有密碼 我免得按進去 給其他人看到 不知應不應該 和可不可以給人看的東西 這個就不特別再按進去 其實這部機的主因 很明顯就是 碎了剛才底板有兩隻 不應該出現的銅柱 這部機的病因 其實就 十分之不common 純粹因為 砌那位的人兄 就砌得比較齊 搞到件事這樣 只不過他到現在近期才死 實屬幸運 再大火電話 其實應該是 可能有機會燒了其他東西 所以他今天這部機 還能穿得上 有得他玩 其實是一件 很幸運的事 希望這部影片可以幫到大家 學一下怎樣 去弄自己的電腦 當然不是說 每個人都這麼幸運 可以拆散這部機 再砌回去 之後都可以 因為原本我都想著 這部機打定輸數 沒有一塊 不過最後要穿得上 純粹是幸運 就是這樣 下次有機會再拍 整機片 再拍一次給大家看 其實 拍整機片 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複雜 整維修那部份 沒有想像中那麼複雜 有部份 是分分鐘自己有能力 做得到 當然 我曾經有擔心過 可能是 會不會是RAM送了 到時一開攝 Hello 大家好 林仔 整完部機 原來 拆完RAM 整條片 一分鐘之外 就解決了部機的壞 或者一開機就已經做到 都不出奇 開頭都怕 誰知道 都好一點 是大工程的 有一點話題可以跟大家聊 大家有什麼奇怪 奇難雜證 或者有什麼問題 想問都可以在影片下面 留言問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拜拜